这个星期天我们就要举办这个魏赛节法会了 那这个魏赛节的来历大家都就不陌生 就是是释迦牟尼出生 这个成道 涅槃的三个日子的这个纪念日 选在因为这个他这个 三个日子都是在五月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那么所以是他们国际上公定的这个魏赛节 是佛陀的这三个日子的纪念日 那么今年我们是在这个星期天晚上 星期天下午开始做御佛和这个做这个法会 那释迦牟尼的教育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育 我们在很多课程中都跟大家讲了 说这个纪念日那么要让大家真正的从内心 就是认知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它是一种教育 那这个教育是什么样的教育 就是出力心 菩提心 大悲心 方便为究竟心的教育 那是对生死的一种认知 那么我们今天人类就是丢失了这个生死的真实意义 踏入了物区 为追寻物质 追寻享受 追寻明气而活着 当我们变成一对尸骨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变成一场空 那实际上真正佛陀的教育和所有的圣贤的教育 是告诉我们 我们活着是要为灵魂的解脱 这个灵的获得永生 只有这么一个目的 这一生的一切的活动 一切的行为 一切的思想认知 都应该认知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 那可惜这个事情随着圣贤教育离现在越来越远丢失了 那么我们现在这些人参加这个纪念日 要惊醒自己 遇佛是遇的自己的那个不死的佛 发报化三身 自己内在的那个报神佛 要通过洗遇 早遇耳精神 洗澡 这个用这个遇佛 用净水 遇在自己的这个头上 遇在面前的那个童子佛的这个头顶上 来使自己从头顶接天光 那么使用光 用去光复归起苗 使自己的这个自信 暴身佛能够尽快地觉醒 能够尽快地修处身外换身 身内换身 是净换身 这个变成金刚暴身 那这是这一生我们究竟的目的 佛陀的教育就是一生成佛 因为我们原本是佛种 我们有这个种子 我们把这个种子需要的缘分具足了 把它都准备好了 这所有的缘分都把它拉过来准备好了 那么我们就一定这一生 把本自拥有的暴身 挣出来 那么坚固它 变成金刚不坏身 那么众生都有法暴化三身 本自驱逐 但是因为迷 迷在这个躯壳上 没有用这个躯壳里面的所有的七万两千条麦 包括是网麦 那么直成一个金刚不坏身的戒体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所要用的东西 师父们告诉 见者不可用 用者不可见 我们的肉身 不能够借住 储存住这种类似暗物质的 这种能量体 我们只有用这个气脉明点 脉轮 建起一个轮身 建出一个 这个由暗物质 这个体 解成的这个物质体 这个气 这个容器 才能借助体内的暗物质 暗能量 聚合原精 元气 元神 使自己的这个金刚爆身 真正的成就 所以我们必须一生成佛者 必须修这个脉轮 修七万两千的脉 包括润度二脉 毛友脉 带脉 七经八脉 中脉 这个支子脉 横向脉 纵向脉 斜着的连通的这些脉道 都要把它连通 连通了以后 用这个透明的这个经络 这个叫脉络 解成的这个外面套上网脉 这样秘密的一个金刚身 再来储存元精元气元神 就是精气神 这样的一个透明的能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暴身 不死 那么究竟圆满的成就 在色究竟天上 盛去天上 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一暴世界 也就是我们自己 由自己的愿力建成的净土 那么这个就是 大丈夫 猎女子这一生 要究竟完成的事情 那么像我们这样觉醒了 知道实修实证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还太少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儿女 包括我们过去的七世父母 说是 那么他们也未必能够有这样的福报 遇上这样的远 找到日月明的明师 来指鞘 来引领 来代修代炼 那么怎么去救度他们呢 所以是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又传下了接引法 接就是靠他力来接你走 靠他力来引着你走 所以我们将来要传这个 往生净土的这个破瓦法 那么牵使法 把自己的神识 将来迁移到极乐世界去 牵移到诸佛的这样的圣者的国土里面去 那么这个叫接和隐 隐是什么 隐就是就好像用块磁铁 你是铁钉 把你吸上去 那么将来我们在教这个牵使法的时候 会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 那么接引自己的神识 接引所有的有缘众生 过去欺世父母的神识 去到这些圣者流的净土里面去 他们的一报世界里面去 那么他们在色究景天 色界顶天 我们有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色界顶天 是真有这么一个空间 那么我们现在也致力在金马轮 这也是地球的南方 当年释迦牟尼是在灵鳩山 讲了很多经都是在灵鳩山讲的 他在那儿建了一个通道 连通这个色界的顶天 圣者天 可以接引大家大量的接和隐 接是来迎接 隐是像磁铁 这个磁铁 你是铁钉 那磁铁来吸你 大磁铁 把这个铁钉给吸上去 这个叫隐力 接隐 靠这个接引力 就是自己有这个愿望 那么圣者有这个力量 那么能够把你吸上去 接上去 说是这个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还讲了这个接引法 我们为什么 频繁的每个月办法会 也就是通过你们的头顶百会 的上面的这个法界 自己的法界天 连同师父的头顶的这个法界天 那么通过师父的再连接 释迦牟尼的连接这个 阿弥陀佛的连接药师佛的 连接所有的圣贤的这个 色究竟天顶上的这个国土 那么把这些神使还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法会里面的这个教诲引导 能够觉醒的都接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极乐世界它不是究竟的报神成就 但是到那个地方不再入六道轮回 免除了六道轮回的痛苦 那么可以在那个地方不退转 一致到究竟圆满的报神成就 法报化三身成就 所以是这个叫剑引法 这个是十分殊胜的 那么不但我们东方有这个剑引法 那个佛法有剑引法 道法也有剑引法 那么耶稣基督的这个乐园 耶稣基督在那做王的乐园 也是剑引众生到那战时 到那个地方不退转去修行 在那个地方再去天国 所以是这是方便法 但是是究竟法里的方便法 就是你可以出六道了 所以这个出离心就满足了 那么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 所以我们有圣意菩提心 圣意菩提心空性正见 知道菩提心是空性的 前面有一个发菩提心 就是这个我们自己要自己醒悟 这一生是为了灵魂的解脱 神室的解脱 那么自觉了 还要觉它 要帮助自己所有的亲人 都要升起处理线 认知生命的究竟 这一辈子所有所有的 最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去 从这个六道轮回中出去 除此之外 没有一件事情是正业 业是事业的业 我们这一生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其他的都是辅助这件事情的 为这件事情准备钱 准备人员 准备缘分 去组各大善缘 那么找到名师接引 都是围绕着这个来完成的 所以是这个 我们自己觉醒到这一点 还要帮助亲朋好友觉醒 这个就叫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要知道 这个菩提心 它是空性明体的 这就圣意菩提心 那么再还有个十项菩提心 月轮济世 这个月轮济世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额前 闭着眼就 都有一个亮晃晃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像西瓜的这个瓜 和瓜曼子连接的瓜笛 是我们生命 我们自己的人这个小瓜 像个西瓜一样 像个葫芦娃一样 那么吊在法界这个大的 这个长生藤上面去 那么这个敌不能脱落 敌脱落这个瓜就烂了 瓜就死了 只有当我们这个瓜 这个葫芦娃 我们头颅脑腔小 胸腔大 腹腔又大 像个葫芦 叫葫芦娃 那么只有这个葫芦娃成熟了 自己可以不死了 成金刚了 才可以从这个法界这个敌上面脱落 所以我们这个瓜笛 我们这个生命瓜 连接生命藤的这个瓜笛 就是天目的这一团明月 你不管看到没看到它都有 只是你不知道去拒责成形 是个众生都有它 如果没有它 就像那个瓜从长生藤上面脱落了一样 人就死了 所以是这个月轮祭祀 菩提心 这是我们连接法界的通道 这个叫十项菩提心 像月亮一样 这样大家就理解了 为什么在五月 五月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来庆祝释迦牟尼佛的三个日子 出生日 成道日 涅槃日 那么他是提醒大家 释迦牟尼赌明星而悟道 是赌额前的 这个宝月轮里面的星星 日月星 里面有一个像针尖大小的一个星光点 从那可以去到整个的一针法界 突破我们这个地球场性和身体场性 对我们这个生命体神使得舒服 我们从那可以进去法界 那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要重视的月轮 所以是为什么在月圆之夜 大家一定要重视 但是那么多人不修不练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月轮 和自己的太阳 太阳从这个现在西方叫太阳神经丛里的太阳 把这个月亮的这个月圆月栽在太阳里 把它放在自己的心中先 也就是黄庭 也就是黄庭胸膜下面的这个中间中心中先 这个里面去变成日月明 你看我们的明白的明是不是一个日一个月 光有月还不行 还要有日 所以这个日月明一合以后 就是白菩提和红菩提在密发里 合在哪 合在黄庭 合在心中先 这个就大明了 颅脑枪明了 胸枪明了 下腹枪明了 因为你自己就带着一个太阳了 就不用外面的太阳了 那么把这个再从顶轮出去 顺着自己的中脉 封了自己的下面的地户 开了天门 自己把神石带出头顶上方 这个一阵法界 在头顶上方一走高的地方 那个地方举头三尺有神明 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色界的顶天 究竟天 那么从到了那个地方 就到了一阵法界了 就永远的不死了 所以说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神石 抄到那个地方 这个倒是有个接引佛法 那么这个就着千世法 我们修这个将来 但是我们要修成这个了 或者师父 你们的师父修成这个了 你们来参加法会 所以你们就可以帮助自己 过世的已经过世的亲人 那么还活着的亲人 还有过去七世 甚至更久远节来的父父母母 都可以通过你的心愿力 因为你身上有他的基因 通过你的基因和他纠缠 量子纠缠的原理 带他也可以上到这个顶天来 上到这个一阵法界来 上到这个色究影天来 那么借着师父的愿力成就的 长生天天国的这么一个空间 在那个地方再选择去你们自己所愿的基督的天国 还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还是这个要是佛的世界 还是这个老子的这个八经神宫 原始的这个玉须宫 原始天尊的玉须宫 这个太清宫 上清宫等等这些三清圣族所在的 这个都是极乐净土 都是有一个殊胜的国度的 里面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净土世界 你们都可以借助这个去 也可以引导自己的亲朋好友去 大家呢 之前参加法会是一个猛叉叉 就是哎呦 我要帮助我的亲人 我帮助过世的父母 帮助我的英灵 帮助我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孤魂噎鬼 那只是有这个心 现在我把这个这个窍告诉大家 是真能这个样子 这是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留下的接引 接引法 就是前面提到的接引 我们这些人都要借接 都要做接引道人 你是修道的人 所以是每一个真实参与法会的圣众 你们都要做接引道人 做这个师父手中的金刚锁 师父手中的拐棍 师父手中的通道 来接引和你们有关联的众生 所以这个魏塞节 它的发挥意义十分重大 就是那么不但我们自己力争 今生肉身成圣 成活菩萨 成活神仙 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像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的教学 就成活菩萨 他的那些菩萨弟子都是活着成菩萨的 他的阿罗汉弟子也是活着成阿罗汉的 说我们希望接续释迦牟尼的原教义佛法 那么帮助大家活着成菩萨 活着成神仙 活着成罗汉 这样我们就可以 己供累得在人间 做法王 在人间 接度更多的有缘 圆满我们的功德 功德圆满是成佛 那么我们今生就有希望到其他佛国去立地成佛 此生为最后一生 但是那些不知道修炼的亲朋好友 兄弟姐妹 那么同事朋友 那也是我们要普度的对象 因为在你的菩提心里面发出来了 要自决绝他 自决绝他要用保月卵 所以要用月圆之夜的圆月 五月的圆月 来激活自己的额前的这个保月轮 把保月轮放到心中心 产生日月合璧的大明 那世界就整个有了一个太阳 有了一个月亮 然后就可以使内外大光明 然后产生各种各样的大光明源 大功德光明源 大福德光明源 大赞叹光明源 大吉祥光明源 大圆满光明源 那么这个云是云气 所以我们有精 有气 有神 神是神光 所以这样我们的内世界的明 不单可以把体内的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神明都觉醒 每一个细胞都成佛 光中化佛无数意 化菩萨众意无边 同时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神识 它外层 神识的灵光 外层有基因 有我们过去七世父母的基因 有今生父母的基因 总共连着我们八世的基因 所以我们可以瞬间 邀请八世的有缘众生 借着我们的神识 借着我们的中脉 借着我们的虚弥山 借着我们的长生天的 天国的这一个平台 出离六道轮回 所以是大家要这一次 要认识到魏塞节的意义 欲佛节的意义 积极地参与到法会 争取做大功德主 也给大家使用大光明币了 那么你原本要做这个五百的 你现在就我们长了二代五倍 那你就可以做一千的大功德主了 那么原本你要做个两三百的 你就可以做七八百的了 因为都给你升值 你大胆地用币 对吧 不要是只是买了币不用币 去享受这个一化十十化百的 这个甜头 所以是鼓励大家 不要在小来小去的 天鹅五十一百的这种小牌位 那么都应该参与到 千元以上的大功德主的 这样的一个高度上尊贵自己 然后借着这样殊胜的时空场 来把这个有缘的众生 通过我们的接引法 在法会期间引导所有的众生 往生诸佛 诸圣者 诸先知的镜头 我们李氏的父母 有的时候 还有李氏的亲人 他们信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 有的时候信佛教 道教 有的是信天理 好好做人 这些德行都是具足的 只是缺了这个通道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通道 给大家修复了 这是我们你们自己本身的福报 也是你们有缘众生 和你们的亲朋好友的福报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魏赛节 那么他不是专门一个不失鬼道 不失这些众生的节日 而是引导众生究竟觉醒 自己本身是佛 而究竟圆满去成佛 去出离这个六道轮回之苦 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自己醒悟 在这个高度上参加魏赛节 同时大量的发心 度所有有缘的众生 这一次是接引他们 从自己的中脉 从自己的头顶的顶天 长征天 然后去往生诸佛净土 诸圣者净土 获得究竟圆满的解脱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次魏赛节的意义是非同凡强的 要积极地用心 用觉性 用佛性 用空性明体 用自己的因无所住的时候 而生起来的真心 参与到这个广度有缘 普度众生 这样伟大的事业里面去 好 谢谢大家